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29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演艺圈中的明星艺人作为高收入群体 一向是各大慈善捐款的主力 这次武汉疫情危机时刻 全国亿万同胞众志成城 纷纷慷慨解囊 献出自己的钱款和爱心援助他们 而明星艺人们更是发挥公众人物的模范作用 大手笔资金捐款不断 譬如网红新友志捐出1.5亿天文数字一般的捐款 台湾艺人林瑞阳张婷夫妇也是大手笔捐出2000万 小品王赵本山捐出1000万 至于捐出100万善款的明星如郭德纲 黄晓明杨颖夫妇 吴京谢南夫妇 汪峰张子怡夫妇 赵丽颖冯绍峰夫妇 朗朗吉娜夫妇 朱一龙 黄子涛等位数众多 除此之外 易杨千玺 王一博 陆寒 吴怡凡等100多位明星 参与到韩红发起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之中 共为武汉筹集到善款1500多万 当然还有别的明星通过一些其他渠道发出捐款 可以说演艺圈众明星艺人在危难时刻为武汉解禁所能出钱出力 期望一显共度难关 不过原本是相当正能量的捐款活动 这段时间随着明星捐款名单和捐款数额的曝光 却让不少明星陷入道德绑架之中 譬如这几年在全网备受力赞的公益巨星古天乐 这次就被全网广传捐款1000万给武汉用于购买医疗物资 可是尴尬的是 从武汉慈善总会并未查询到任何关于古天乐的捐款信息 由于古天乐捐出1000万话题在全网迅速发酵传的铺垫盖地 无疑使得本人陷入被逼捐遭遇道德绑架的境地 由于古天乐并未捐出1000万 很快便从众人高捧的神坛堕落 甚至连以往见效等公益知识也遭到质疑 黄晓明和Andrea Baby夫妻俩一开始捐出的善款是20万 可是这样的数额曝光后 顿时引来众多黑粉网友的嘲讽抨击 在很多不满黄晓明Baby夫妻俩的网友看来 两人都是娱乐圈中的当红明星 这些年各自年收入轻松破亿 被视为圈内的抢前夫妻 对于拥有巨富身家的黄晓明和Baby夫妻俩 众多网友认为两人只捐出区区20万实在太过小气了 而且当时又有谷天乐捐出1000万的谣言 因此直接使得黄晓明Baby夫妻俩捐款后 反而落得未受指责和嘲讽 最终黄晓明Baby夫妻俩不得不继续坠加80万 共计捐款100万 和黄晓明Baby夫妻俩一样 吴金谢南夫妇也是每次公益活动的被逼捐大户 由于吴金这两年凭借《战狼2》 《流浪地球》等影片的高票房 一直被众多柠檬金认为是通过宣扬爱国情节发财 因此基本上每次遇到捐款 吴金没有被放过的时候 这次吴金夫妇原本一开始也只是捐出20万 结果捐出后遭遇巨大压力 于是和黄晓明夫妇一样又补捐了80万 一些艺人像是杨子 林心如等人只因捐款低调 未及时获之便心如质疑之中 尤其是林心如在之前就被众多网友抨击为铁攻击 事实上这次无论是杨子还是林心如 都只捐出了50万的善款 而像邓超 孙丽 杨幂等明星 因为身居一线 劝捐出30万 20万 也是难逃 酸言酸语 被吐槽太过小气 捐的钱完全拿不出手 明星一人捐出数十万都能被嘲讽小气 更不用说沈月被爆只捐出2000块了 沈月自出道以来一直道路顺畅 演艺资源不断 主演过《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流星花园》等电视剧 热度超高称的算是95后当红小花 因此这2000块的捐款也自然使得它备受群抄 甚至连带着在疫情严重时 疑似买热搜之事也被翻出 被嘲讽有钱买热搜却没钱捐款 不过有粉丝为沈月发声称 2000块钱是沈月看到后援捐款会利用手中的网银均出的 估计是里面的钱不够才10001000的分开转账 而且粉丝也认为沈月或许有自己的捐款渠道 早已偷偷低调捐款也说不定 事实上无论明星艺人捐出千万还是几千 本来是很正能量的事情 完全可以尽自己所能就好 不必进行道德绑架 不过遗憾的是捐款进行到现在 各种粉丝关于捐款数额的攀比 互彩互资以及逼捐等道德绑架之事屡屡发声 希望网友们能将重心放在捐款和疫情之上 各自竭力同心尽自己所能就好 过多的互撕攀比道德绑架 只会让好好的慈善失去原本的纯粹 说起古惑仔郑一剑 除了影视作品 她的感情生活也是轰轰烈烈的 尤其是和赵美琪 梁永琪之间的三角恋 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不过郑一剑最终并没有和他们二人在一起 而是牵手了另一位演员蒙佳慧 一位身材高挑纤细的气质美女 蒙佳慧的影视作品非常多 和很多知名男星合作过 比如郭富城 刘青云 刘德华等 起点算是比较高的 或许是因为年少入行再加上生活压力所迫 她也曾经拍过非常不光彩的三级片 和郑一剑谈恋爱之后被搞媒爆出 一度引发了两人之间的冷战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让郑一剑更加了解真实的蒙佳慧 蒙佳慧家境贫寒 父母早逝 妹妹自杀 所以她从14岁就要养家糊口 照顾自己年迈的外婆 个性非常坚强独立 最终他们二人复合 感情也越发坚固深厚 这件事情让蒙佳慧充分认识到了 自己选择的错误之处 所以在之后的影视作品选择中 蒙佳慧变得更加谨慎 也将演技打磨得更加优秀 参演了《妙手人心》 《法治先锋》等电视剧 观众也越来越喜欢她 2013年 40岁的蒙佳慧和郑一剑在东京结婚 随后蒙佳慧就淡出了娱乐圈 不再参演影视剧 而以家庭生活为中心 回归家庭的蒙佳慧 并没有选择生孩子 而是和郑一剑过起了幸福的二人世界 两人都是非常享受生活 向往自由的人 协商后决定不要孩子 而是去世界各地旅行 不过偶尔也会露面 像最近蒙佳慧就出席了一次活动 身材比以前要圆润很多 气色也越来越好了 最可爱的是 当问起郑一剑对她身材的看法时 郑一剑说无论胖瘦自己都喜欢 看样子两人的婚姻是真的特别幸福 都说娱乐圈是一个最大的染缸 在里面的艺人很难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但其实娱乐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心酸的地方 就应了那句话 身在江湖身不由己 很多的事情其实并不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简单 背后或许充满了苦衷和心酸 就说娱乐圈中的感情吧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真一剑和蒙佳慧 又或是应财和陈小春 又或是杜江和霍思燕 就是甜蜜的象征 但不可否认的是 娱乐圈中的感情要经受得住打击 还是要需要很大的支撑力量 才能够挡住风雨狂澜 杨幂当年在事业上升的时候 依然选择嫁给了一个 比自己大12岁的男人刘凯薇 这对女强男弱的组合 在公开的时候还经受了很多的争议 不过当时还拥有真爱的她们 毅然决定走进婚姻的殿堂 其实对于一个事业正在蓬勃发展的女性来说 杨幂这样的举动的确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要知道一个已婚的女性和一个未婚的女性 在区中的竞争力谁高谁低是一目了然的 就像每个月都要来一次的月经便利贴一样 杨幂和刘凯薇的婚姻 总是在网友的质疑声中摇摇欲坠 果然不出所料 两人维持了5年的婚姻 终于还是在2018年12月画上句号 不过离婚后的杨幂和刘凯薇还是算和平的 没有太多的撕逼 最多也是各自的粉丝 为了自己的偶像发表不平而已 而对于她们共同的女儿小糯米 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 毕竟有两个知名的明星爸妈 是一件比较吸引人眼球的事情 后来万能的网友也在网络上找到了小糯米的真名 原来叫做刘子兰 一个非常有失忆的名字 而在这张信息表当中 我们也惊奇地发现 刘凯薇的国籍竟然是加拿大 原来刘凯薇早就更换了自己的中国国籍 摇身一变变成了加拿大国籍 在网友的口中 或许杨幂的风评不算很好 觉得她在已婚后的状态 和别的男性相处时 都有点过于亲密 两人的离婚 杨幂背负了大部分的骂名 不过坚强的大秘密 如今的生活状态还是很好的 工作依然是安排得非常忙碌 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杨幂能够找到和自己共度一生 不放手的好男人吧 当年王欧和刘凯薇 闹出了夜光剧本绯闻 虽然当事人否认被判 但是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王欧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不能控制别人的言论 只能自己更爱自己 那么杨幂和王欧关系 是不是和解了呢 并没有 并且两人还存在资源上的竞争 1月22日 据知情人士爆料 王欧最近买了很多 吹自己的热搜 杨幂团队找人压了热度 还把夜光剧本事件 重新拿出来买营销 高层和杨幂关系特别好 每次都会帮她 对方表示 杨幂和王欧的恩怨一直都没有结束 资源上也一直在竞争 王欧前不久还结了杨幂一个品牌合作 看来娱乐圈就是这个样子 不管是什么咖位的明星 常常会出现资源上的竞争 毕竟广告代言就那么多 松多周少 难免会暗中较养 不知道观众是支持杨幂 还是支持王欧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